爱车的老头 老头已经八十岁了 每天都要开车出去溜达一圈 他特别喜欢开车 而且总是开得很快 邻居和他的孩子们 开的都是普通的小轿车 可老头开的却是最贵的跑车 法拉利 老头结过三次婚 有三个老婆 他的第一任妻子 觉得老头爱车胜过爱自己 他受不了了 就离婚了 第二任妻子 因为老头开车开得太快了 差点出了车祸 也和他离婚了 他的第三任妻子 因为让他卖掉跑车 买新房子 他不愿意 也离了 老头觉得老婆们 不尊重自己的爱好 也不了解自己 他自己一个人 一辆车 也可以过得很好 可是有一天 老头生病了 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 哎哟 哎哟 我是不是快死了 老头说 他不禁想起他的老婆们 他心想 这时候 这时候 要是有一个老婆 陪着我就好了 他颤颤巍巍地拿起电话 拨通第三任妻子的电话号码 喂 宝贝 我好想你啊 你能不能回来看看我 老头说 你是谁 三老婆说 我是你前夫 你以前的老公啊 你不记得了吗 老头说 谁 什么老公 三老婆说 哎 算了 你老年痴呆 越来越严重了 连我都不记得了 我爱你 挂了吧 老头找出第二任妻子的电话号码 又打了过去 哈喽 哈喽啊 你过得好吗 阿莲 老头说 没有你 我过得可好了 二老婆说 阿莲啊 我好想你啊 你来陪陪我吧 老头说 二老婆没有回答 直接挂掉了电话 老头不甘心 又给他第一任妻子 打去了电话 喂 哪位 第一任妻子说 我 亲爱的 你过得好吗 老头回答 我在医院呢 年纪大了 身体总有些问题 大老婆回答 哦 你也生病了 哎 我也生病了 我现在 我老公来了 不跟你说了 拜 啊 大老婆又再婚了 此刻 老头感到无比难过 我年轻的时候 太过于痴迷汽车 忽视了三个爱人 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哎 当初不该那么痴迷汽车的 老头后悔地说 嘿 想什么呢 老头 一个声音从窗外传了进来 老头转身 望向窗外 原来是他的法拉利在说话 看什么 没见过说话的汽车吗 老头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自己的汽车 竟然会说话 这时 法拉利变成了一个老太太 走到老头跟前 你呀 我跟你在一起快三十年了 你开着我去接你的第一任老婆 看电影 开着我陪你的第二任老婆 去旅行 开着我和你的第三任老婆 去海边 如果没有我 他们也许不想认识你哦 懂吗 笨蛋 是啊 老头回忆起了过去 好了 快去换衣服 我带你去医院 说着法拉利老太太 帮老头换上一件最帅的皮夹克 然后扶着老头到了门口 便回了汽车 把老头紧紧包裹在驾驶座上 不 离开了 一路上老头看到了 曾经和第一任妻子约会的电影院 和第二任妻子住过的小旅馆 和第三任妻子待过的咖啡厅 过去的风景 依依从老头眼前闪过 空气里弥漫着 苦苦 瑟瑟 甜甜的味道 几个小时后 人们发现 老头在他的汽车里 去世了 他面带微笑 双手轻轻握在方向盘上 走了 人生之所以有趣 是因为人有情意 可惜 人与人之间的情意 很容易变 也很难长久 反而是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件 寄托着一个人一生的情感 我们想起一个人的时候 往往也会想起他最钟爱的物件 我们埋葬一个人的时候 也会连同他最爱的物件一起 将他们埋葬 尽管 人容易建议四千 可依旧 会独无私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